走过精彩的107年 中华电信公司上下一心 在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行脚中 大家齐步前进 创造同仁的幸福感 也获得顾客的认同 华电信加油 华电信加油 秉持促进全员健康的信念 正由董事长 关怀大家在工作之余的身心平衡 过年第一天元旦 就率领同仁 到台北市花博公园 参加希望基金会 由季政女士发起的剑走活动 生为台湾最大电信龙头 总公司与旗下多家子公司 在努力冲刺不同目标时 除积极提升竞争力 也不忘团队最大的核心资产 就是同仁的健康 因此透过多元方式 鼓励同仁运动强生 连续三年来 都获得教育部体育署认同 其中中华电信数据通讯分公司 以及北区电信分公司 便双双获得运动企业认证 除了鼓励同仁运动强生 中华电信也推动各项 深过员工认同的措施和福利 获得2018新世代最向往企业的殊荣 今年更成功招募1000多位心境同仁 对于在中华电信任职的青年朋友来说 能够不断学习 在职场拥有幸福感 是最可贵又值得珍惜的职场 难怪中华电信 不愧是新世代心中 选择通讯服务产业时的首选企业 而中华电信重视同仁健康身体 与成就感的贴心 直接造成同仁最高品质的工作专业 与效率表现 因此107年6月4日 台北市政府便首度选择 在杭州南路与仁爱路一带的办公纵合大楼 与中华电信公司合作进行万安演习 由市长柯文哲与国军将领 亲自利临现场视察演习情况 中华电信进行抢修电信光缆 与卫星行动基地台的演练项目 动作迅速操作确实 第一时间完成光缆接续 恢复试化通讯获得科市长肯定 透过手提式的发电机供电后 以校准GPS完成卫星天线定位 及行动基地台天线架设 现在基地台讯号与发射 涵盖范围为半径500公尺区 恢复受灾区64组行动电话通讯 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原因 我常常讲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有种 因此对如何来由政府引导 发挥全部的民间力量 相当的重视 这一次的演绩 为了台北市政府第一次 结合中华电信公司 一起来演练 中华电信同时努力扮演 产业火车头角色 号召供应商伙伴 一起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不断强化供应链管理 坚持供应商对环境永续的理念 自2016年安排台北市 木栅垃圾缝化炉参访 2017年前往 敌化污水处理厂观摩 以及2018年参访 关渡自然公园 携手供应商伙伴 透过了解绿色商品的生命周期 绿色倡议的行动 以及循环经济的作为 期待供应商伙伴 与中华电信一起成为 环境保护的领航企业 除此之外 中华电信也长期应用核心专业能力 致力建制台湾偏乡完善的网络环境 以加汇偏远地区的民众学子 旗下中华电信基金会 在全国打造了92个数位喝醋宾 为社区民众培养 使用数位设备和行动载具的能力 结合蹲点台湾服务 将年轻学子带进社区贡献所学 用影像记录社区内风土民情 温暖日常 专联良善公益网络 获得第14届远见杂志 CSR公益推动组凯模奖 而扎根电信普及服务工作 更是中华电信长期以来 努力回馈社会的最具体作为 107年8月 苗栗营运处同仁 陪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 前往苗栗县 视察偏远地区或山区部落 对高速上网速率的需求 在面对数位汇流的趋势下 中华电信建制友善的电信使用环境 协助在地产业对外传播 帮助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此外郑优董事长 也协同南投营运处同仁 接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 各项普及服务查核检测 在协助解决偏乡地区 中小学师生上网问题方面 获得NCC及当地住户与学校的肯定 由于南投县是台湾 唯一不领海的县市 高山峻岭峡谷川流 要全面布建光纤实属不易 不过正由董事长坚定地表示 要透过精进的建设策略 达到满足部落原乡的通讯 及宽品需求 电信厂商的龙头 本来我们就一定要 照顾我们的消费者 政府对于偏乡的照顾 非常重视 长期以来 中小电信也一直都全力配合 中华电信更重视偏乡学童的需要 以多元方式提供协助 例如屏东地区学生教育资源不足 屏东县嘉东乡 包括嘉东 玉光 昌龙 大新 羌园 温子 六所学校的学生 在获得指风车剧团 招募企业所资助的150张 诸葛四郎舞台剧票券后 一度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和导步资源 而面临无法成行的窘境 在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 与中华电信屏东营运处的支持下 让孩子可以搭上游览车出游 帮孩子们圆了梦 而同样接受中华电信爱心的 桃园市同安佛小足球队 更在中华电信MOD转播世足赛前 由教练和小小球员主动发起 开设足球队的最爱MOD宣传影片 回馈中华电信长期以来 对球队的支持 中华电信与在地民众 打成一片温馨交流 除了服务偏向民众学子 更将回馈社会的服务范围 拓及你我身边的社区 由于中华电信机房多 功能完备 系统多元 长期以来培养出许多专业的 空调 电力 照明等回应人才 我们在今年成立了节能服务队 不仅优化自由设备 也将在全国114个低碳示范社区 进行建筑节能诊断辅导工作 让专业同仁也能参与地球公民的行列 旅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用行动展现5ISDGS的倡议 大力推动节能减碳 绿色环保爱地球的具体作为 台北空南三村社区 基隆天郊社区都享受了这项贴心的服务 回顾中华电信善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 我们从民国96年起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布局与执行 十多年来不断主导资通讯永续发展的议题 从公司治理友善环境到社会融合 善用电信核心技术 发展出各项创新创意的CSR作为 其实所有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们努力做出来的一个成果 往后我告诉他们 我会继续支持下去 那我相信未来我们这个中华电信 这个领导阶层一定都是秉持同样的信念 走过碧路蓝旅 但成果丰硕的岁月 董事长期许同仁 在下一个十年 朝向促进社会创新与资讯平权 以及实现数位人权与创新经济双赢的两大愿景 持续成为电信产业的典范 领先台湾企业 稳健落实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